你们若持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必定认识真理 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被神奴役过 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 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唯有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神的儿子若是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你们想杀我 因为你们心里不能容纳我的道 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 但你们所做的 却是从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 如果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你们就会做他所做的事 当然是 现在我把从神那里 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竟然想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 你们要做的正是你们的父要做的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父亲 我们是他的孩子 说得对 说得错 我们是他的孩子 如果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是从神那里来的 我已经来到这里 我不是凭自己来的 而是神拆了我来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因为我的道你们听不进去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 他不守真理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 是出于本性 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者 也是说谎人的父 我讲真理 你们却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有谁 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既然讲真理 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出于神的就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你们不听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而且是鬼父的 不是很对吗 是 是 我不是鬼父的 你说 我尊敬我的父 你们却侮辱我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但有一位是为我求荣耀 并且是审判人的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必定永远不见死亡 现在我们知道你的确是鬼父的 亚伯拉罕死了 先知们也死了 是 你还说 人若遵守我的道 永远不成死位 我们的父亚伯拉罕死了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还大吗 先知也死了 你比他们都大吗 你以为 你是谁 对啊 是 如果我荣耀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那使得我荣耀的是我的父 就是你们说的 你们的神的那一位 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 我就像你们一样是说谎的 而我认识他 也遵守他的道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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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 仰望我的日子 既然看见了 他就很快乐 你还不到五十岁 你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哪 你才不信啊 是 是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亚伯拉罕出生以前 我已经存在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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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是 你不认识 于是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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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计 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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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